我們現在要上的內容叫做氧化還原 很簡單 這叫做第一個叫金屬的活性 我們要把鎂帶辛粉跟銅粉拿來加熱燃燒 以前做過鎂辛紅燃燒 現在做鎂辛紅燃燒 意思是一樣的 第一個是鎂帶燃燒 這個我們上學級教過你還記得嗎 鎂帶燃燒有什麼現象 很好白色強光 鎂帶燃燒 鎂帶很容易就會燒了 會產生白色強光 生成氧化鎂 溶於水變成氫氧化鎂 叫做鹼性 金屬氧化物溶於水成鹼性 這個是我們上學級教過的內容 好 我們把鎂鎮銅拿去燒的時候 鎂最容易燒起來 有白色強光 然後鎮也去燒 發現鎮不太容易燒起來 然後但是有個重點 致密氧化層 所以要撥開它 它才會繼續的燒 挖在繼續的燒 然後呢 一樣 它溶於水會成鹼性 鹼性 好 鎮粉不容易燃燒 但是呢 鎮呢 氧化之後會生成致密氧化層 溶於水呢 會成鹼性 那銅呢 根本就燒不起來 它只會呢 發生氧化 然後變黑黑的 生成黑色的氧化銅 它基本上燃燒就是劇烈的作用 然後會有光跟熱產生 它看不到燃燒的現象 它只會從銅變成黑色氧化銅 然後它的氧化不容易水 所以我前面要你背過 什麼東西 金屬氧化物 另外水用喇喇還是中性 銅跟鐵 因為它不容易水 OK 那麼這就是我們做的實驗 然後這個實驗做完以後 我們就知道 誰最喜歡跟氧作用 鎮 鎮會跟氧作用結合燃燒 因為它燃燒最容易最劇烈 然後第二個呢 第三個呢 是銅 我大致上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來知道 誰對氧的活性 誰比較大 誰比較小 不要講 按它燃燒的容易程度 越容易燃燒 表示對氧的活性就會越大 OK 所以活性大的金屬 就會容易起火燃燒 反應 像我們前面教過的 鈍跟甲活性很大 所以呢 要儲存在石油裡 或者礦物油裡面 免得它會跟空氣的氧作用 然後活性小就不容易氧化 不容易作用 比如說黃金白金這種 也應該這種 所以他們用白金做的 用黃金做的飾品 就可以長久保持它原來的光澤 不會受到氧化 不會受到氧化 OK 那剛剛提到燃燒 廣義的燃燒 叫做劇烈的化學變化 有光跟熱 狹義的燃燒 我們國中基本上教的是狹義的燃燒 就是叫劇烈的氧化作用 劇烈跟氧作用 有光跟熱 可是我們後來會碰到一些東西 不是跟氧 但是也會燒起來 比如說鈉可以在氧裡面燃燒 比如說鎂可以在氧化裡面燃燒 這是我們後來會帶到會提到的 就是燃燒的意思 劇烈的 廣義的是劇烈的化學變化 狹義的是劇烈的氧化作用 這是我們前面剛剛講的 我們以前教過的 剛剛講過 致密氧化層 我們以前教過兩個玩意兒有致密氧化層 哪兩個 剛剛講一個是誰 行 還有一個誰 呂很好 所以它會防止內部會繼續生鏽 這是要背的 這是要背的事情 好 這就是一個對養的活性表 活性表 我給的不是最多 也不是最少 最少應該是客人給的最少 客人大概只給了八台幾個而已 我給的最多 背一下 這個參考這個有什麼口訣 假喜歡那個美女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自己去看就知道 假該罵美女 他已經給我一口氣 OK 這叫做對養活性 因為活性要是對誰說的 可能是對清活性 可能是對養活性 我們教的是對養活性的秩序 背下來 然後以前教過一件事 叫做活性大的金屬加吸收 都產生什麼東西 記得嗎 活性大的金屬加吸收成什麼東西 清氣 那什麼叫做活性大的金屬 就是這個錶裡面 活性比清大的 這個錶裡面 活性比清大的 你可能倒過來背 比較容易背 誰活性比清小 銅鞅銀駁金 所以銅鞅銀駁金 丟到吸收會產生清氣 不會 只有之後才會 所以你可能用背後面 還比較容易背 銅鞅銀駁金 不會 所以這個裡面 活性比清大 就叫做活性大的金屬 然後加吸收會產生清氣 這裡的實驗 也就是考試的題目 拿三個東西燒一燒作用 一個作用最劇烈 一個作用普通劇烈 一個不太作用 然後就問你 誰的活性比較大 誰的活性比較小 就是 最劇烈就是活性最大 就這樣很簡單 然後那個以前上學期 學過的燃燒 什麼鎂燃燒 納燃燒 還有什麼金屬氧化物 融入水塵鹼性 這都是以前學過的 麻煩你再回去 複習一遍 再看一遍 OK 請問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